朋友们好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城里的一个小的博物馆 主要是讲述这个 我们这一片是什么时候开发的 这个是 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外面 它是免费停车 免费就是到博物馆来看的 都不要买名票 很小 这个就是博物馆很小的 你看这就是一个小房子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 也有几个人在里面 这里就是讲这个博物馆的这个 绝职人 你记得他们 主要是讲我们这个这一块 在这个发展时 在电视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很多的老兵啊 就来到这里 就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讲这个基因那些 捐资 捐资 行为这个博物馆的人 这是一个空军飞运 这都是 跌至世界大战 那么跌至世界大战之前 这里是农业区 跌至世界大战以后呢 在整个这一个区域 这个山谷 就发自这种 就住宅了 因为当时有一打仗嘛 也接了很多这个 这个医院啊 战后的话 老兵都在这里开发 所以我们这里有老兵医院 那么我们出的房子 也是1951年前的 这是一个模型 这是很小的一个博物馆 就介绍我们整个这个 山谷的这个开发的情况 都是跌至世界大战以后 你开始把这一片土地 就开发我们家里住宅 这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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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这是博物馆的后院 他每周只有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开放 那就五个小时 每天开放五个小时 从十一点到下午四点 礼拜二的话是下午一点到五点 一周就开放三次 你看这松柏树 在那一圈的松柏树 网织非常的优美 美国就是有很多这种做私设的 但是不要出钱 谢谢观看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